9华8新闻线 今天的新闻线非常精彩 新闻主线 调查指出 大马消费者信心指数是东南亚最低的 那现金就是主要的问题 禁止18岁以下的人不能够出夜街 那柔佛苏丹就说不曾下旨 柔佛苏丹后也说停止责怪 说好的8秒通关呢 M-Bike启动不到三个月就出现故障 马兴关卡大赛车 金正南被刺杀案件 朝鲜今天不承认死者是金正南 也不相信我国的调查 这真的是有一点点峰回路转 因为朝鲜驻马大使江泽今天下午呢 他就召开了第一场的记者会 而且措辞非常的强烈 表达朝鲜的立场 就是朝鲜现在是不相信大马的调查 We cannot trust Malaysian investigation 这是他的用词 江泽他是对这国内外的媒体 公开以严厉的措辞回应马来西亚处理金正南遇刺案的这个事件 那直指朝鲜不相信大马警方的调查 他还今天早上呢 其实被我国的外交部传照去那边就解释的 到下午的时候 他就马上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来谴责马来西亚处理这一宗案件的手法 而且他是在朝鲜驻马大使馆外呢 炫度长达午夜的一个声明 而这份声明就强调说呢 死者 他用死者的这个名字 他没有用金正南 他用死者而且他用Kim Chu这个人的名字 死者遇害到今天呢 已经第七天的时间了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明显的死亡原因 而且所以现阶段 他们不相信大马警方的调查 即使获得有关的结果 他只会增加猜疑 可能有人隐藏在调查工作背后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 他就宣布朝鲜要求加入调查工作 和马来西亚警方呢 联合调查这一次的案件 如果马来西亚同意的话 朝鲜就会派出律师团和马来西亚警方 联合展开调查的 嗯 不过现在还是没有看到 就是大马警方有对于这个做出任何的回应了 不过呢 今天这个朝鲜大使江泽呢 他也说呢 朝鲜方面呢 从来就没有说过 金楚 也就是Kim Chu 或者有人 或者人是翻译成金哲 这个人呢 Kim Chu就是Kim Jong Nan 也就是金正南 朝鲜方面只向马来西亚正式说呢 这个死的人呢 持有外交护照 他就说到 马来西亚警方在没有取得 朝鲜大使馆的核取之前呢 就对外宣称 死者是有其他的名字 就是金正南 但他也说到 这点是连朝鲜自己本身完全不知道 好像是就有在否认死的 就是金正南 他说那个人只是Kim Chu而已 但是他讲 马来西亚的副首相兼内政部长 在17号的访谈中 就已经说到 马来西亚警方已经知会他 指朝鲜方面证实 死者拥有另外一个身份 但江泽就是朝鲜大使他声明 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 因为他就说 这清楚显示呢 马来西亚在这起事件上呢 和韩国的政治一谋有紧密的关系 突然把韩国也拉下水来了 扛着中枪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南北韩 就是朝鲜和韩国之间呢 有着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 现在是不是真的我国跟韩国 有一些合作的关系呢 这可能是江泽自己本身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副首相阿莫扎西 其实有向媒体证实了 朝鲜男子金正男在大马遇害 而且他是持有双重身份的 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Kim Chu 而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也证实这个Kim Chu呢 他是入境大马的朝鲜男子 就是金正男 而金正男可能是以这个Kim Chu的身份 来掩饰自己的 对那江泽呢 就是这个大使 他就说到 之前副首相兼内政部长阿莫扎西 向媒体透露 马来西亚政府会接受朝鲜 领取虚体的这个要求 但是在17号的时候 大马副警察总长诺拉西就通知说 他们不会在没有家属 进行DNA的情况下 让领事这个程序继续的 为此呢 他就批评马来西亚滥用人权 强行为朝鲜子民进行第二次的解剖 那在江泽的文告中呢 他是只字未提金正男的 他从头到尾只是有提到 那个叫Kim Chu的人的名字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搞错的情况 那个人真的只是一个 Kim Chu Kim Chu而不是金正男呢 照片出来了我 可是据这个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 他就否认了 有一些这样的状况 现在我国外交部呢 今天较早前呢 就传召了这个江泽 就他在金正男遇害的事件上 发表怀疑我国和敌对势力串谋 也就是和韩国串谋的一个言论要求解释 同时也证实呢 他已经召回了大马驻平壤大使 回国来进行协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 因为江泽呢 在2月17号的深夜11点多 就突然到这个金龙坡中央医院的太平间 试图要认领这个死者的遗体 但是遭到了拒绝 他就马上再向在场的媒体呢 派发声明 强烈谴责我国不让朝鲜认领媒体的 认领遗体的做法呢 是认为我国有所隐瞒 并且涉及是不是跟韩国有关系 那江泽今天早上是到外交部那边 会见双边事务副主任 拉罗怒喜望 那双方进行大约30分钟的会谈 那会谈之后呢 江泽就做了 刚召开了第一场的记者会 那针对朝鲜一再不满 我国调查金正南命案一件事情呢 首相纳吉他强调说 他对马来西亚警方和医生的调查 是有信心的 是他也保证呢 马来西亚不会做出一些 让朝鲜难堪 或者让朝鲜处于尴尬情况的事情 他也说呢 希望朝鲜能够理解 我国必须依据法律程序 来办事的一个宗旨 而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 金正南或者说这个 这个被暗杀的这个人 男子 现在感觉他的身份有点不说明 造这个江泽的说法 这个人的遗体的尸体解剖结果呢 什么时候出炉呢 卫生部长苏玛马连接 证实最快星期三九结果了 那另外警方昨天呢 针对金正南遇刺 就是这个男子遇刺的案件 召开了记者会呢 也紧急敦促死者的家属 在两个星期之内 联络马来西亚警方 以进行DNA的检验 那我国的法律规定 只有死者的家属可以办理 领取这个尸体的手续 那为了等候金正南家属露面呢 今天是有很多海外的媒体 驻守在吉隆坡中央医院的 停尸间的 那根据这个记者的现场观察 今天媒体的人数 比去过过去几天 是少了很多 但是还是有人啊 包括了记者 摄影记者留守 尽管如此 在停尸的房内呢 就是有驻守的一些辅警 还有警员的人数 是保持不变的 同样是严正以待 禁止媒体 进入这个停尸房的入口 不过我相信 现在这些停尸房的记者呢 应该都跑到了一个地方 KLA-2 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呢 刚刚我们节目的一开始 就有提到 金正南的儿子金寒松呢 据传正在飞往我国的途中 应该可能已经到了 现在是7点38分 预料他呢 是在今天7点40分的班机抵达 然后7点50分出境 然后8点就可能抵达我国机场 那金正南就被揭发呢 我国身亡之后呢 他的儿子金寒松的下楼 一直沉迷 甚至他的面子书 也删除了他的账号 那今天就突然传出 他来到我国 结果现在大批媒体呢 就前往第二个 吉隆坡国际机场那边 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能够等到这个金寒松了 算是一大突破了 那副警察总长诺拉西 其实之前刚刚就有提到 说他召开了这个记者 会就希望家属赶快 请来验证这个DNA 结果今天呢 金寒松来马的主要目的 可能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那刚刚我们一直提到 朝鲜就指责 是不是我国跟韩国有关系呢 韩国代理总统呢 黄教安 他今天就说呢 从我国政府发布的一些信息 还有他得到的一些情报来看呢 金正南遇刺呢 很可能是朝鲜幕后之事的 黄教安就说呢 这起案件呢 在第三国 也就是其他第三者的国家 机场发生 他觉得是不可以容忍的 一个反人类犯罪 还有恐怖袭击 所以金正南遇害呢 也证实了朝鲜 为了维持他的政治稳定呢 不择手段的一个残忍性啦 那韩国应该和国际社会合作 让朝鲜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嗯 那其实金正南现在遇害之后呢 韩国媒体就说呢 已经呢 这四名呢 暗杀这个金正南的特工 四名朝鲜特工呢 是当女嫌犯 喷这个毒物 刺杀失败的时候 准备接手拘杀 金正南的第二队的人马 哇很可怕 而且是有非常精密的部署 第一队如果杀不成功 还有第二队人马 那这个是根据韩国 朝鲜日报的报道啦 这是四名朝鲜特工 其实已经经过第三国 就是说就经过了其他国家 还先飞到其他国家 再飞过去韩国 飞过去朝鲜 那报道就引述 多名朝鲜消息的人士说 这在四人当中 就包括说金正南 李正南 李正南 洪松学 还有李志贤的 他们是以东南亚为据点 进行活动的朝鲜海外间谍 那根据报道说 李正南是伪装成朝鲜军方 驻马来西亚赚取外汇企业代表 那这个代表呢 是在这里进行间谍活动的 而这四名朝鲜人呢 似乎是分别隶属于 像是朝鲜的政察总局啦 劳动党统一战线部文化交流局 就可能了解朝鲜的人 可能比较知道 他们是在干些什么的 而朝鲜所有的特工间谍组织呢 似乎进行了总动员 要亲力执行暗杀金正南的一个行动 而且朝鲜的一个消息人士 也透露说呢 在大马警方 透露的这些嫌疑犯当中呢 洪松学 还有李志贤 是疑似 是在越南女子 还有这个印尼籍女子 行动失败的时候 进行第二次攻击的一个小组啦 那根据新台霞时报的报道 嫌犯怀疑呢 是在一年前就已经掌握了 金正南 往返马兴 还有澳门的路线之后 开始准备暗杀计划 整个部署是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也有人说就是金正恩 一上台之后 他下的其中一道命令 就是要刺杀金正南 所以这个应该是 蛮多年的一个部署啦 那金正南在大马遇害的 这一宗案件 警方日前呢 是已经逮捕了一名朝鲜籍的男嫌犯 不过这一名男嫌犯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 一直拒绝承认他涉案 还强调说 自己没有杀害金正南 是日前落网的 这个47岁的朝鲜男嫌犯 他叫做李正哲 他在被捕的时候 其实表现非常的冷静 但是在入口供的时候 他就坚持强调 他没有涉及这起案件 他不认识案中的女嫌犯 否认有份参与杀害金正南 他也呼吁警方赶快释放他 其实根据了解呢 李正哲他就说呢 警方在机场的闭路电视中 发现的四名可疑男子 都不是他 所以他觉得警方抓错了 那警方调查之后也发现 李正哲确实是不在 这个机场闭路电视画面中的 其中一个人 但是当天呢 他有载其他的嫌犯到机场 认得他的这个车牌号码 所以就追踪到他的一个身份了 不过呢 因为这个闭路电视的画面 相当模糊 所以警方一度以为 李正哲是机场内 其中一员的这个疑犯 所以呢 就将会继续调查李正哲 跟这个案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每日一字 主持完新闻线 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像在讲故事 对 从这样子 现在有一个最新消息 OK我们来看每日一字 有塞托信 到底塞托信代表的是什么新闻呢 是不是一封信呢 不是的 塞这个字呢 说的是今天早上 在杏柔场地出现的大塞车状况 因为M-by系统故障 结果有数万要越低的启示 今天早上是大塞车的 好惨哦 B-Thor呢 说的就是2016年的 EPF派息率 低过6% 是受到大马股市的拖累啊 而C-Sing这个事呢 说的是朝鲜 现在不相信我国的调查 他也不承认死者是金正男 你会投给哪一个字呢 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 进入988 WeChat的官方账号 FM988 Underscore MY 投选你心目中的每日一字 988新闻线 我是陈炳顺 我是吴柳英 我是吴柳英 我是吴柳英